你怎么看你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对这么大一群人的产生的吸引力和原因是什么呢 我屁都不是 我也没什么学问 其实很多看逻辑思维的人 有的人说我胡说八道 有的人说我醍醐灌顶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在这个时代 认知是人之间的唯一壁垒了 原来有大量的壁垒 血统啊 出身啊 城市啊 学历啊 官职啊 社会地位 这些壁垒 但这个时代越来越只剩下一个壁垒 就是认知 所以我就办一件事 就是把成本用足 让大家的知识视野急速扩张 为什么是你呢 走沟史运呢 那是什么呢 进中央电视台啊 我觉得此后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是我人生当中可以说最有幸的一段 就是在央视啊 你可能也很穷啊 物质生活上你谈不上有多自由 但是你突然获得了一个上帝之眼 虽然很矫情 就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一个村里的秀才一样 写八古文 刚开始两句一定是盖金智天下 福当今之士 要是就是这样吗 带圣人力言 比如说后来我当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 我觉得每年到了两会期间 他们一般都会要求对话节目做一个特别节目 那你想想看那每期节目怎么策划 他肯定讲医疗问题 讲教育问题 我突然觉得开那种策划会 就是开国务院办公会啊 虽然我不是总理 没有那样的位置 但是我的视野是那个视野 所以在央视之前 你从来很少用这种视角来看问题 对啊 那是什么感觉 突然被推到一个更大的平台 就那种对人的这种转化和冲击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回忆起呢 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生的自觉性开始出来了 因为这是三十岁前后嘛 三十岁前后 你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活 我当时有一个特别的自觉 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 所以当时一个制片人干了很多事 其实我都不干 比如说定录制现场啊 审片子啊 这应该的职责 我都受权别人干 我就干一件事 就是开策划会 因为这个策划会是 哎呀 说的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 出不触犯刑罚 这就是 就是一个叫贪污公款的过程 因为 请各位策划老师 来到我的办公室 教我知识 出的是公款啊 然后我们可以给有一些著名策划 像石树斯 我就发当时已经天价策划费 一千块钱 每天晚上陪我来聊天 我记得我还拿过你们一千块钱 你去过我办公室吧 你懒洋洋躺在我那沙发上的镜头 我还记得 所以那个 在对话的三年 说的不好听一点 我给自己又上了一次大学 后来为什么离开对话呢 因为 有矫情的说法和真实的说法两种 矫情的说法呢 就是 确实感觉到不行 就是传统媒体的那个下滑的态势 这种感觉最初什么时候开始有 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影响力无力 就是对话在最烈火朋友的时候 那真是原非省清时候的甲府 就是你说任何一句话 做任何一个节目 那个市场的反馈是澎湃而来的 你能感知得到 但是当对话的制片人开始为收视率发愁 开始不断地要犹豫 我要不要做一些 就在当时看来 一些没节操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已经分明感觉到 你的那个势能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想变方向 就是我不管干什么 我一定要把自己这张胖脸给露出来 当然这个背后也有一个当时的观察 就是在央视的时候 你分明感知到整个行业的价值 在往人身上转 你这种意识什么时候开始清晰的 其实当时我读你的文章 就是你说一份经济观察报和许致远这个人 哪个分量重 可能从情感的维度来讲 许致远更重 我在身边观察到的也是一样 第一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 王继颜老师去了凤凰 凤凰的策略就叫 我们跟他开玩笑就叫 你那俩是半天室 你那叫凤凰广播电视台 所有的人都是在刀逼刀 刀逼刀嘛 你想我们觉得干天室 那至少是对吧 蒙太奇啊 场面调度啊 应该是退腊油一根全用上了 妈的找一个人当话筒架子 对面做一个软子衫 然后就叫做节目 倒是觉得这很羞耻嘛 但人家成了呀 所以这个策略事后是对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百家讲谈 去掉了易中天和于丹 那个节目什么都不是 第三件事情是实话实说 小崔走了之后 这个栏目的收视率 是断牙式的吓唬 就所有这些事情 都在告诉我一个警醒的先后 就是这个行业的价值 已经不着落在组织身上 而是着落在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 所以当时我在央视的时候 已经明白 下一步如果我走 那一定是去做一个主持人 不管怎么样 先把胖脸露出来再说 将来可能会有机会 这是一个矫情的说法 就是好像你判断一个下话 那真实的说法 其实很简单 我把我当时的领导给得罪了 所以后来不认其 给我踹了这么一脚 所以他现在没有判 他判了之后 我真要去看看他 没有他在我屁股上踹那一脚 可能我至今也没有勇气跳出来 所以很多人在说勇气 勇气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东西 勇气就是运气 就是你当时在特定的情境下 你不得不做的选择 不得不走 于是看起来有勇气 所以所谓的战略 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好运气 所谓的勇气 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不得不 说耶稣医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问题 一只兔子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生物体 它只要健康 能够做爱和觅食 不感觉到明显的病痛 它就是健康的 那健康也会很焦虑吗 那你的焦虑是什么 那是正常 对 那是什么呢 焦虑 就是实际上 人其实都是在一个非舒适区的 舒适区里是待不住人的 他一定会活得极其的灰败 这个不舒适区对我来讲 就是要不要把这个事坚持下去做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 直到我365天无休的 每天早上6点半发那条语音 首先每条语音60秒精准 你可以试试 每天说到60秒 意味着你不断的要试 大概一天如果不顺利的话 你可能得说四五十遍 你才能把它说成整整60秒 然后你中年不能睡懒觉 六点二时闹铃必须想 这就是自虐 所谓的工匠精神 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 那支持你这种自虐的动力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让它可以持续 哇 这是一个 这是跟我的年龄有关 我创业的时候40岁 40岁生日那天 其实特别有标志性的意义 就是假设人生八十 正好是终点 正好是终点 就是你突然知道 此后的日子是比此前小的 我还记得一个场景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给我兜里装了一把枣 我就坐在那个门槛上吃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那一把很多吗 吃的也不干净 地下扔 都看到开成一小半了 哇 都不行了 甚至从地下捡那个 没吃完的枣去吃 40岁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就会导致你对时间的感知力 完全不同 那问题是安排完 就是这么紧密的做这些事情 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让这一生变得有意义 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些事情 是最让你人生实现意义的事情 是吗 至少我再找它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明天就死 咱俩现在干什么 没长过的事情 没有到达过的高度 没有嗨到那个状态 如果今晚我出门让车撞死 我很后悔 就比如说做这个事情 它会嗨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是一个期待的 哇 商业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 永远没有终继 就在这个时代 你想想看 一定存在一个计划 在中国创业 半年之内成为100亿美金估值的公司 这个机会肯定存在 所以创业太好玩了 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一步发生的 比如从2012年底开始做这件事情 到过去三年半 当然 比如它可以分阶段 哪些时候你可以感觉到 或者重要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你感觉到巨大的这种新的刺激也好 诱惑也好 这个阶段可以无限的细分了 最核心的转换 我觉得就是这两次 当然今天你跟我聊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即将这家公司会发生一个大转换 就是你从一个现象级的 一个颗粒状的东西 一定要爆炸为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它必须让整个市场 对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就要进行这个业务模式的大转换 那这次爆炸两种可能 一次变成一个爆米花 一次就是粉身碎谷 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 那决定成为爆米花 或者粉身碎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有吗 有啊 三个词 叫不犯懒不犯魂不犯倔 我们这一代创意者是小老鼠 那个迷宫是上帝给你布的 你哪知道哪条路是出口 你看得真真的那一条 也许就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陷阱 但是小老鼠有小老鼠的活法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犯懒不犯倔不犯魂 首先勤快嘛 你多跑嘛 遇到出口的几率肯定是增加 不犯倔 就是遇到什么东西 如果错了 勇于否定自己 打一次脸就成长一次 还有就是不犯魂 就千万别做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 所以我特别打心眼里 是告诉我自己 不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要做一个鼠目寸光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情怀 我说我没情怀 为什么情怀 我一买卖人 我对得起买自己东西的人 就是最大的情怀 我不想改造世界 我只想把自己这一生 让自己变得是最好的自己 我尽其所能 OK 有小我跟理想主义之间 会有那么大的冲通吗 这是一个 这个时代的一个难题 就是趋势认知 和自我行为之间 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夹角 举个例子讲 吸烟有害健康 那你说烟草工人 是不是道德败坏 再比如说 我做这个媒体 我明明知道 不应该去做广告 那条商业路径 是不支持一家创业公司的 但是我们这次操作 那个帕皮匠的广告的拍卖 很多人说打脸 我说对啊 有钱不挣傻吗 代价是什么呢 对你来说 就是让你的神经系统 被训练过来的那些习惯 都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讲 他妈的现在有些直播视频 就是一个人天天的 就坐在那一小姑娘 谢谢 谁给我送了一辆超跑 谢谢 然后就这样从早做到晚 然后就有人给他打赏几十万 那你说这人无聊到什么程度呢 按照我们的价值观 你他妈就应该去死 就是他妈的家长没教育好的 他妈的富二代二十足 对吧 但那也是一种生活 我们不理解 不理解 不意味着别人没价值 我们总是以为 这个社会会因为传播工具的进展 会产生更多的共识 所以因为传媒变得更自由 变得让很多好的观念 可以更好的传播 事实上正好想法 就像在台湾 狱营的人是不会看蓝营的节目的 你传播的再好有什么用 整个每一个人会进入一个叫信息减防的状态 就自己给自己弄了个残检 这个时代可能我们这种人存在的价值 也许就在于乱拳打死老师傅 不断地使尽全身力气 去打破一些人的信息减防 所以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我说就好比是一个大厅 这个大厅有无数的门 每一个门口都排至长队 他都不敢离开这个队 而这个胖子呢 他干了一件事 早上起来 花一分钟时间 像小丑一样在这个大厅里挑来挑去 推开一扇陌生的门 说大家看一眼这个 一分钟关上来 但我不站队 我在这个大厅里当小丑 我觉得对所有愿意看过来的人 我能有帮助 所以碎片化的时代没办法 就这样 但是总会出现我这样的事 你这样的事 其实你也在干这个 打破每一个人的信息减防 那你怎么看 是太大了问题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呢 这种所谓的蓬勃的文化 你怎么看他们的内在的价值呢 或是你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小时候知道了一个词 叫跑反 用我们老家话讲叫跑鬼子反 就日本鬼子打来了 这个村就啵就开始跑 哪个城里投亲靠友 或者跑到外乡去 这就是一个跑反的时代 就突然一个浪头过来了 谁也别管别人 管自己 但总有一些挑战是 必须要共同力量来面对的 那没办法 就危害到每个人身上最后 你可以站 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世界中心喊 我们不能这样彼此逃离 不能以跑反的姿态狂奔 不问他人的音讯 连留个通讯地址都没有 你可以这样喊 没有用的 这就是我讲的 趋势认知和自我行为 出现分裂 你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性认知 怎么办 这个让你纠结吗 不纠结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跑 不管他人 成功跑的最快那个 现在在看到这本书什么感觉 他就像一次初恋 很美好 但是回不去 我看这是哪个版本的 你怎么会找到这本本 新的版本的 刚出来 对 我还记得我遇到这本书 其实是我的一哥们 从图书馆偷出来的 我说你手脚这么干净的人 为什么要偷一本书呢 他说这书太牛逼了 然后这种被大家抢的 肯定是好东西 然后就抢过来看 对 你突然发现 哲学 一个充斥了那么多概念的东西 在威尔杜兰特的笔下 它变得如此具有生命的张力 然后一下子变得可感 其实人生当中不就是这样吗 经常你的灵魂 会在某一个瞬间 完成一次 就是上升层次 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种狂喜 那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我喜欢这本书 就是因为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知识的魅力 此前知识都是为未来积攒粮食的东西 只有这一次 知识第一次喂养了我 我还记得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老头 我现在叫 记得他的名字 叫郑在营 湖北人 然后 一辈子研究离骚 其实他讲的课我也不太听得懂 因为口音太重 但是我至今替他上堂讲了那句话 李一骚啊 好啊 谢得真是好啊 吞饮酒 手都李一骚 翻得为真民事 我李一骚我翻得翻开过多少遍 从来没有一次把他有力量把他读完 但是就因为老头在上堂之后来了那么一段 我觉得他妈的不读李一骚还是个人吗 然后就回家去读李一骚吗 你有没有担心比如说 你做的很 对知识的很多再次表述和传达 把知识变得过分适用化 海洋似乎一定读完它就变成某种俗成 但这是人生从来不会如此吗 人生从来如此 就从来如此 当然 就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在追逐笑脸 其中就包括提升自己体验 丰富自己知识的效率 而互联网就是解决这个空间问题 它让你在一个地方足不出户 可以高效率的体验 就读书其实不就是干这个事 你读当代人的书就是为了不去城门力学 不去跑那么远去请教一个人 它就是提高效率 所以效率是这个宇宙的总法则 那效率是不是有很大的副作用 很多时候会妨碍你的认知 那是他们认知能力不够带来的 因为世界的复杂性超出我们可以设计的 或者说认为有效率的方式 当然 人太脆弱了 对啊 所以你找到一条认为有效率的方式 或许它并不是有效率的 经常甚至是妨碍有效率的 是这样 我们彼此无法证伪 就是你不能证为我是没效率的 我也不能证为你是没效率的 我们只能听从内心 或者说自己的习性 有的人会过一段时间说我闭关 我让自己心灵静一静 我当然知道那个东西会有用 因为你一下子梳理了 然后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 你当然会获得突飞猛击 但是像我这种刚猛一路的 它也是一种修行之法 对吧 那佛法还讲八万四千法门 你可以建修我讲究顿悟 所以我们当彼此不能政委的时候 谁都不能说谁比谁高 我只能说自己的根性是什么 我经常在我们的商店的后台 能够看到这样的订单 什么贵州某什么民族自治县 哪个镇 什么汽车修理铺对面 就那个地址是这么写的 他可能在我们这买一本 经济学通诗 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我们的传播 他可能这一辈子也都不会知道 什么叫经济学 一定是我站在经济学门口的赞叹 他觉得有魅力 他要买一本 也许他也没看完 也许对他一生求用没有 但你不觉得他这人生就此被点亮一点 这种成就感才是支撑我们干下去 这个活的根本的动作 至于我是不是经济学课班出身 他们重要吗 那你觉得年轻一代他们进化怎么样呢 普遍来讲 这个问题是一个老家伙的问题 老家伙喜欢给人分代 对 就是对 你可以这么说 对 就像很多比我年长的一些人 天天觉得信息负载过重 那我能告诉他的就是 如果一个零零后 他就不会觉得信息负载过重了 整个社会的进步 是以死人的方式来实现的 觉得信息负载过重的这一代人 你会死啊 你死了就没有这个抱怨了 这种叽叽喳喳喳就结束了 然后新生那一代 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找 没有这个抱怨 你就变成一曲婉歌就完了 我为什么陪着你们去唱婉歌呢 虽然我完全理解你们在讲什么 甚至我自己也感受得到 但是我一定要跟零零后一起去玩手机啊 难道我跟你们一起去唱婉歌吗 因为二十年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啊 你倒要推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你也不为婉歌的美所吸引 婉歌很美的呀 突然 没有时间去欣赏 我只剩四十年了 我他妈四十年时间要花来欣赏婉歌吗 我是挺可怜的一些在唱婉歌的人 就是你怎么还能这样浪费生命呢 好吧 我就是唱婉歌的人 是吧